每年10月底到11月的好莱坞总是洋溢着浓浓的中国电影的气氛 已经成功迈入第六届中美电影节 不仅是好莱坞电影界一年一度关注中美电影交流的一个盛会 而且已经成为了美国当地华人和美国观众欣赏优秀中国电影的一个展音乐 10月28日星期四晚上5点2010年中美电影节在好莱坞美国导演家协会隆重开幕 我们来看一下当天的精彩报道 此次中美电影节海外嘉宾参与人数创下历届之最 中国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代表团有中国电影集团副总 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参展电影康定情歌导演江萍带领女主角居文佩 二星觉罗启星 男主演张光北 中国知名影星陈伟等 以及包括孔子 叶问二 次灵等一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前来参加本届电影节 与往年相比 本次来自中国参与中美电影节的人数首次超过百位 除了有中国电影集团副总裁江萍 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前宽 中国北方联合影视集团董事长 林剑宇等重量级中国电影界领军人物 演员包括徐静磊 江武 张光北 黄小磊 王子子 毛永明等中国知名影星 以及肖桂云 张坚廷 孙周 张继忠 赵燕国章 孔令晨 陈三伟等优秀导演 嘉宾云集美国导演家协会总部 共同为中国电影喝彩 当天在上千位中美影人名流共同见证下 年度十大惊天使奖电影诞生 美国世界新闻网 大家好 我是白铃 我很高兴在洛杉矶的中美电影节和大家见面 欢迎来到2010年中国美国电影节 各位嘉宾晚安 欢迎各位光临 2010年中美电影节的开幕式 2010年中美电影节第十部惊天使奖电影 我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作为一位电影导演 也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的团长 能和美国的观众朋友和美国的电影界的朋友在这里谋面 实在是一桩非常荣幸的事情 十年后还想在美国要打一掌 是不是有点贪啊 感谢中美电影节的评论们 还有感谢我的家人 我的夫人 在看了这个剧本之后 跟我说这个电影你可以去演 所以我就这样 看来得奖啊 还得听我夫人的话 然后我们电影局的领导就非常支持我 然后江平啊 江平领导 当时给了我第一个独立制片的那个通过 然后到我今天坐在台下 也是我第一次要这样感谢他一下 因为哥拉哥是我的第四部电影 也是我的第一部商业电影 但是那之前所有人都说 薛星雷怎么可能能拍商业片的 他一直是一个很文艺拍的片子都很慢的那种导演 然后但是 萧总呢就很信任我 然后说 好吧你要多少钱把我来 所以事实证明你是对的